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第一次聽見這樣的謀論 意思是想要脅政府自己犯法 叫政府叫停所有檢控 換來跟你和解 我也是再三強調 我想法治是不可以這樣妥協的 也不可以是一種交換條件 嘗試放香港的法治上台 你自己犯法 別人對你執法做檢控 你現在就拿來做籌碼 說你取消檢控才跟我和解 我認為他應該要小心自己的言行 香港的法治是有根基 是不能夠 也不應該立法會的議員 去用這些話 去嘗試干預法治的運作 他們自己經常都說 希望社會能夠修補撕裂 現在別人邀請你進行五宴 大家都是一個新上任的交流 你自己拒絕不去 你不能說別人製造撕裂 你自己其實都是某程度上 在鞏固香港的撕裂 凡是修補兩方面的關係 或者修補社會的撕裂 也不是一方面說要做 另一方面就會受 看看這次出席午餐的宴會 都已經看得出 他依然還有很多 是用他們自己那套頑固的作風去處理 我覺得 如果你說面對反對派這種態度 我認為不是那麼容易 馬上可以和解到